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组确实是非常强 所以对我们来讲 每一场球都是一个生死战 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的准备 就是要做更多困难的准备 因为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给你热身 你比如说有一两个弱队 你打一打热身 慢慢进入状态 很有可能第一场上来就是强队 而且我觉得除了伯多利哥 稍微我们打的少一点以外 其他的都是欧洲强队 美洲强队 所以对中国女排来讲 是很困难的一个分组 我们会尽全力去准备 小慧的训练量比刚开始要好很多 我们觉得因为在有些训练当中 还是要控制的 所以因为他有一年都没有打比赛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次马上出发的瑞士比赛当中 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吧 让他尽快地寻找这个感觉 我觉得他还没有说就是百分之百回到去年的状态 他也很努力就是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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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